就是就女人分手跟男人分手是不一样的 男人分手是刚刚分完之后 屁就屁事没有 觉得我操他妈终于自由 但是呢这个过了大概就一个月之后 男人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 会越来越痛苦 但女人不是这样子 就但是呢我观察了她的这个情况 她是什么 她是那段时间非常之痛苦 甚至于痛苦的让自己得就得病 我就认为她那段时间实际上是要么是分手 对吧分就我我的判断就是分手 分就分手之后呢 我让你试着去撩 在撩的过就过就过程当中 突然有一天 她就不动哭了 她就她就好了 据我的这个判断 据我的这个经验和技巧的判断 突然就好了的情况是什么 突然就好了的情况 我知道生病那个时候是复活 我知道啊 肯定是复活 肯定是 我知道我知道复活啊 我知道复活啊 我的一个理解以前 我以前听我说的 我以前的理解 嗯哼 他是呃可能在长沙的时候 有以前是长沙一个 但那个的话呢一直是呢 不是很爱的 因为以前她的很多是选择我 是我这边的矿路条 肯定是不是很好的 不是很满意的 知道吧 是 以后的话呢 后面应该是五一之后 你听我说的话 就是说应该是呃 在重庆之后她找到一个 但是后面的犯人生病 又又又又闹矛盾了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据我的对她的这个判断 和我的这个经验 我认为哈 我认为以她的这种条件 要方式 如果说要找这么一个 相当于类似于情人的这种 决究角色 还是有点 很难 对 所以她不一定在短时间内 你看你包括她重庆的那段时间 她不是 我记得我刚刚认识你的时候 她不是要送你手机吗 对 对 那个时候是肯定狂传机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百分之百是有机会 但是从那个时候过了之后 在持续的这一段时间 直到这个前段时间 我都没有感觉 除了她生病的那一次之外 我都没感觉到任何的窗口 有 后面打了几个电话 后面直接 不是 我跟你随便说几个 我跟你讲 女人 你千万不能看她说什么 一定要看她做什么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你很容易被一个女人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跟你说些什么话 对 就帮我借 借个几十万给我也是做啊 她借没有 是不是 借没有 我问你借没有 借了 没有 不是 她的钱有没有到你账上 那肯定有了 我都给你 我都给你看了 怎么没有呢 我跟你讲 她这段时间 她整个就这段时间 她一直是被干住的状态 我通过她跟你聊天和这个电话 对啊 所以 所以你没有窗口 所以 所以你没有窗口 之前浪费了 很可惜 现在 你也干不住啊 你即使是你之前 我跟你讲 即使是她之前 她没有这个男 没有男朋友的情况下 你 你依然是干不住的 你没有发现吗 你 你 你对自己很有自信吗 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了的 我跟你讲 她 你不是她心目当中 所喜欢的那个类型 就是你只能去抽空 我跟你讲 你不可能去干得住它 你干不住 你只能去找到一个机会 或者怎么样 但你绝对是干不住的 我希望你就是 对这个东西呢 你要 其实 我虽然有的时候说话 比较直接 但是呢 我是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个真相 就像她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以前 我的竞争队是弱 现在又强了 强大起来了 这个就很难了 打个比以前 我是跟她老公PK 我就 对吗 我们对手已经换了 对吧 你的意思呢 一直就是 你一直是之前那一个 他是 他是那个不是新的 这个对手还是不是很强 我觉得这一个 我之前就跟你说 我怀疑这个人 可能是他们的领导 或者同行业 一个地位相对比较高的人 我之前就 我跟你说过 上市 就是很久去年前了 这样子 其他的不说了 你现在你跟我说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是一点窗口都没有 不 你现在你跟我打电话 你跟我打电话 是有什么目的 我没有什么目的 他们一起接接力的 我在这里等他 我就想问一下 你该下部怎么操作 我说下一步怎么操作 我跟你讲 下一步怎么操作 你观察一下 他跟那个男的 有没有联系 有 还有 多还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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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 不多 很开心 你讲一下 你描述一下 我都跟他三四年了 我这些细节我不懂 不是 不是 我让你描述一下 他跟那个男的是怎么样在联系的 你是怎么看到的 不平凡 以后的方的他见到我 就是很客套 这个是以 几年来很多第一的 你都一直都不听我说 很多第一的 你就一直熬着钢皮自用一样 就是阿基德车怎么样怎么样 你阿基德车 我跟他三四年了 你接你就直接讲 你现在已经慌了 他很客套 第二 他坐在我后面 他从来不费了 四年来 我跟你说四年来 可能第一次你都不听 第三个 就是自从 我记得五一 记得他老家 那个时候 他手机费 因为他三年来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过的是后面 有半年 我跟你讲 其实从来不看的 你跟他分开 你跟他分开多久多久了 一年半了 你算一下时间 就到今天跟他分开 大概有大概有多久 对啊 都一年半了 都一年半了 所以这段时间 他无论去做什么事情 都是他的自由 你不用招集 这个是我跟你说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有男朋友 他找新的 他找新的情人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招什么 我在给你推办 很多案例的 一个他不可能 跟这个男的结婚 我们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拭目以待 这个是 这个男的肯定是 他拭目以待的 对不对 这个我们也可拭目以待 第三个 你说每三个月 我说未来一年都是 基本上没有窗口 你可以我们之后来看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告诉你 他们他是有根本 其实我很不愿意 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明白吗 就但是呢 我能够很明确的告诉你 他是有根本矛盾在的 很多东西 假如我们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还有很多东西 我跟你说 因为我是当事人 以前的经常不开手机的 现在这段时间 经常就拿手机看嘛 这些都是细节 你要的话呢 这些都我跟你说的 不必有假的嘛 你要知道 一旦一旦 你现在是 你现在是 你现在我记住啊 你千万千万把心情给控制住 我跟你讲 虽然你听了那么多事情 你知道那么多事情 但是我希望 此时此刻 你能控制住你的情绪 因为什么 我没有 就是要 因为你现在很容易乱 你很容易乱 当他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控制不住自己 一见面我就跟他说 我妈妈的事情呢 我也跟他说 对对对 你可以用这个来演示 你可以用这个来演示 是啊 我也演示啊 第二个五 没有什么那个的 假如我就后悔 之前那么多的窗口 浪费掉了 我跟你讲 没有什么窗口 没有什么窗口 只有 只有 只有什么时候有窗口 我跟你说 只有什么时候有窗口 我认为只有两次 我还是跟你说 我不知道你去年 我给你讲 哎呀算了 你我觉得你都不太理 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你一直的判断 都判断错了 好好好 他没穿过 你去北京 不是肯定是 我跟你讲 都都这个样 你如果说 你只有去拉扯出窗口 你拉走不出窗口 你没有办法的 你现在你拿扯到 没穿过 你怎么拉扯吗 我跟你讲 你必须要留一条线 你必须要留一丝机会 你连一丝机会都没有 你要想这个翻就翻盘太难了 你要是不 你不告诉他 你的可 不是 我 我告诉你 你还没明白 我为什么叫你去 你一定要 给他有一种可得性 你要是没有可得性的话 他凭什么跟你再去 可以去创建 你必须要去创建 不是 我跟你讲 不是说 在窗口的时候去创建 你平时就要埋 就埋这根线 你不埋这根线 你到时候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给你苦口婆心跟你说半天 你理解不了 这个我就很崩溃了 这样就这样 嗯这样子吗 你先控制 先控制住你的 你控制住你的心态 然后正面的去面对 我说过 我那是趴你的脚子 搞到这个鸟 你不要这样子 你说 你还说是我好的方便 我就不知道你是 我跟你讲 非常清楚 你完全都搞不清楚情况 在我在帮你之前 你还一直觉得你们是真爱 我当时我就崩溃了 跟你讲了 跟你讲了这么多 你终于你接受了 他有情人这个事实 你也去找到了他这个情人 对吧 然后你现在你知道他不是真爱之后 你现在瞬间你这个人都崩溃了 你崩溃之后 你说你曾经有很多次机会 你有毛的机会啊 我跟你说你唯一的机会是什么 你唯一的机会就只有那么一次 而且这个在你自己 你完全你不 你不 你没有任何可得性的情况下 他凭什么跟你在一起啊 你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哎呀我真的是有的时候我很生气 我很生气的原因就是第一 第一你很不听我跟你说怎么弄 第二我跟你讲的所有事情 未来假如你记得我今天说这句话 你现在未来也只有建议前来 你可以跟我分析 我现在我跟你分析的非常之简单 我现在给你的这个建议 第一 第一哈 第一个建议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说他跟这个男的 反而是联系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明天后天你可以找机会去进去 进罗一下你试一下 如 我这些都不用想了 没有窗口了 我跟你讲你不是为了 哎我跟你讲 进罗不是为了要最后要怎么样 跟他来不来大姨妈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区别 进罗是为了让你们把关系 维就维持在暧昧的这个这个阶段 而不是很客套 我希望你能够听一下我的 这是我的建议 这个是你首先你要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 是你完全的控制住你的需求感 你把你的需求感给控制住 然后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是你需要这个叫什么呢 你需要反而对他的闺蜜要稍微好一点 你就做这三个事情 是啊 我对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 他不喜欢我的 他就不可能了 我都对他 这样子吗 这样子 我稍后稍后稍后给你回 好 你你先冷静 行吗 好 我待会给你 我待会给你发信息 拜拜 我跟你讲了 你一定要听我的 太大意了 是你不听我的 是你不听我的 那我 大半年 这个 从之后 我跟你讲了四个月 他有 他有 他有情人 你跟我说 他没有 你叫我怎么跟你说 我叫你去做 我叫你不要去找他贷款 你去找他贷款 我叫你不要去 我叫你 我叫你在他有情人的时候 不要去烧 去骚扰他 你非要去骚扰他 你认为你这个是真爱 我真的是崩溃了 这样子 这样子 我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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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后给你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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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 这个兄弟真的是 他妈脑子真的是太有问题了 这个我必须要跟他来来来吐来吐槽一下 人妈的人都要整崩了 我说 这个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他妈是很不愿意去帮这样的事情 我操太他妈崩溃了 就是他之前 他找了一个女的 他妈的这个女的 他跟这个女的分手 分手之后呢 这个叫什么 分手之后 过了大概有一年 他这个时候 他要去挽回 他要去挽回 然后呢 他之前就各种 他妈自己搞 自己搞不定 自己搞不定之后呢 他来找到我 我让他跟我描述一下情况 我一听他这个描述 我就知道这个女的 他妈的 他绝对是出了问题 这个女的一定是有一个情人 而且是什么 而且是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女的就有一个情 他不相信 他天天跟天天跟我说 是这个是他妈真爱 然后他他就说 他跟这个女的在一起之后 他要把一半的身家 去给到这个女 我真的是他妈崩溃了 然后我苦口婆心的告诉他 这个女的是如何的不值得 不值得去挽回 不值得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不听 他非要去干 他非要去挽回 然后呢 这个我告诉他 他说他 我告诉他这个女的一定是有情人 问题是出在什么时候 是有一次 这个女的去跟他去玩 跟他出去玩 出去玩的时候 这个女的很着急 很着急 就回到了 那个女的所在的这个城 这个城市 我就很奇怪 这个女的 他招他招他招 他着急什么 我就让他给这个女的 打个电话去 然后这个女的电话 就他妈打不通 就一直他妈的没人接听 对吧 兄弟们都知道 女人不接电话 这个意味着什么 对吧 我就跟他说了 这个女的他妈的在外面 一定是有一个长期情人 他不信 然后 然后我就崩溃了 我就说他妈的 别人有情人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他妈的 拼了命的去进攻 去进攻 你这个时候就保持联系 就可以了 结果他不信 他非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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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干 然后呢 他就问我 能不能去这个 去找一个这种 侦探 去去这个 去跟踪一下这个女的 或者是 去想想办法 去录个什么音 对吧 我就说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 因为因为是什么 因为你要是知道了 这些事情之后 你内心是多么的崩溃 对吧 我说你千万不要 因为我知道他有情人 你要是 知道什么事情 对吧 你心里会更加难就难受 因为是什么 因为你跟别人分手了 你如果说你跟一个女人分手 都分手了一年半了 别人要谈恋爱 别人要交新的这个 这个男朋友 别人即使是他妈的 交了一万个男朋友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他不听 他不听 他非要去搞这种事情 然后呢 这个我不知道 他上哪去网上 买了一个那种 可以去监听的那种充电宝 把脑子气的 我说你不要寄给 你不要给他 你要是听到什么 你他妈的 你内心更加自崩溃 然后我这位兄弟 他妈的 还是去他妈干了这件事情 结果一来就整个 大家都知道 对吧 他妈别人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 他们每天要干什么事情 就很正常呀 对吧 你如果说你这个 你交个女朋友 你不跟你女朋友愉快玩耍吗 然后这位兄弟天天 他妈的就去干些这种事情 搞得自己他妈崩溃了 搞得自己这个心态爆炸了 天天听 对吧 听然后呢 还发给我听 我说我他妈听 我他妈是为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来听这些 我一个正常人啊 什么叫可 就可得性的话 我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所有的这个 女人在跟 在判断 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定要选择 他一定要认为 他表面上 你看着 他是一个很感性的选择 实际上女人 是一个非常的 理性的客观的分析 才会选择你 就是你要让一个女人选择 你一定要有可得性 一定要有理由 我用这位兄弟的 这个负面的例子 来跟大家举例 这个女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女的其实是一个 已经结婚的 40多岁的一个少妇 对吧 其实很不到的 这种事情非常之不到的 这个女的呢 有这个 有老公 还有小孩 小孩大概是上初中 非常之崩溃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小孩10多岁 这女的长得 这女的长得卧槽 他妈的 就一看招那个照片 丑的一批 对吧 如果我来打分 对吧 四分 四分妹 40多岁 孩子 就孩子都上初中 在这个女的 在三年以前 三年以前 这个出来这个 就出来玩 出来玩 就玩耍 就认识了我们这位兄弟 就跟这个兄弟就 就这个 就构成了这种 很不道德的这种关系 对吧 这个 这个我有 我有的时候 也是非常之崩溃 对吧 这个人的感情 他就是这么的 这个奇奇怪怪 对吧 然后两人呢 就保 就保持这种 不道德的关系的 大概有 有 有这个一年多 就破裂了 对吧 这种 就毕竟很多东西 他不长久 这个毕竟也是不道德 这个男的具有钱 这个男的其实很牛逼 很牛逼的 这个男的每个月 光收房租 就能收个五六万的 这种 对吧 然后就跟这个女的 他妈的 这个女的就分手了 这个女的分手之后呢 这个女 因为我判断 什么 我判断这个女的 她这个 年纪这么大了 家里有小孩 有老公 的这种情况下 还出来这个 玩耍 找情人 她有你这么一个情人 她就一定有 他妈其他的情人 就兄弟们 这个千万要记住 就是 你看一个女人 你千万不能看这个女人 她跟你说什么 你一定要看她跟你做什么 这个女人在所有的这个外人面前 就一副这种 他妈的这个 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知书达理 就一副这种道貌 黯然的样子 对吧 她还是某一个正规的这种 企业的这种 高级的领就领导 结果背地 对吧 干一些这种 很不道德的事情 我说这个 这个当时 当年 就当时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这个兄弟 他问我要不要挽 这个 他他想挽回 我跟他说 不值得去挽 因为是什么 因为这样的女人 你挽回 他有什么用呢 对吧 我跟他说 守什么叫根本矛盾 根本矛盾就是在于 首先 这个 这个男的很有钱 这个女的一般 就也不是特别有钱 这个 这个女的是 他的根本矛盾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就介绍一下 这个女的 她为什么 她会 保有自己的婚姻的情况下 还出来愉快的玩耍 就说明什么 她跟她的这个婚姻 她对她的婚姻是不满意的 她的老公 是不能够去满足她 某些方面的特殊的这个需求 甚至于两个人可能很多年 都没有这个正常的交流过 但是呢 她跟我们这位兄弟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想过 要彻底的断掉 这种 这种 就没意思的这种婚姻生活 对吧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婚姻 她一定是 她 要有保留这段婚姻的原因 就是这个四十多岁的女的 她为什么 她在外面有情人 而且爱得死去活来的情况下 她要保留她的婚姻 非常之简单 就是人性 大家去理解一下人性 这个女的一定是这个男的 她组成一个家庭 她一定是给予了她什么东西 对吧 你要么就是这个 她的这个老公 对吧 特别有社会地位 让她有特别社会 她特别爱 她爱面子 要么就是为了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十多岁了 对吧 小孩可能要考 要考大学 她不想因为自己 的这种欲望 去影响到全家人 所以最后 这个女的是不可能离婚 去跟情人在一起 所以根本矛盾是什么 根本矛盾就是 这个女人 她出来只是在玩耍 只是愉快玩耍 当一个女人 她维持着自己的社会地位 她维持着自己的婚姻 保有自己表面上 这种明面上的 这种 这种面子的时候 她图的是什么 她图的无非就是刺激 她图的无非就是 就是爽了 对吧 所以这个女的 她可能去找你去做情 她可能去找一万个人 去做情 她可能去找比你还刺激的人 所以后来我就跟她说 这个你是永远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真爱 原因就是因为什么 原因就是你的需求和别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你以为是爱情 但别人以为是刺激 而这位兄弟他他妈不信 我就说这个女的除了你以外 还有很多男的 他当时他一听我这个话崩溃了 你想想兄弟 其实我我这个人说话很直接的 就是这个很多兄弟他问我问题 我直接就告诉他 我操他妈你这个女的不值得 你这个女的怎么怎么样 这个女的有问题啊 这个女的是在那个外面愉快玩耍的 这个女的除了你 你之外可能还有别的选择 对吧很多男的听了之后 听了之后崩溃了 对吧 这个都是这样 但是我是认为哈 我们既然是做这个事情的 我有义务把真相给告诉兄弟们 对吧 让这个男的他妈整天 他就觉得 哇哒这个女的是真爱 他觉得他非要跟那个女的在一起 他要把自己一半的身家分给这个女的 我他妈就崩溃了 对吧 所以什么叫可得性呢 就是当这个女人他选择了 你要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这个女的她的需求是什么 她需求就是愉快玩耍 她需求就是刺激 什么样叫刺激呢 第一是方便 对吧 这个女的在北京 对吧 第一是方便 一定要找一个身边的 随时可以可以愉快玩耍的 这个男的在他妈的这个另外的地方 卧槽很远的地方 对吧 你第一个你要找情人 一定要找身边的 一定是方便的可得的 这个叫可得性 你如果说你不能够去满足这个女人的需求的话 他凭什么跟你在一起 他为什么跟你在一起 对吧 所以呢 我就说你必须要让这个女的觉得 你是一个随时可以去玩耍的这么一个对象 你他妈上午说下午你就出现在他面前 我就是这个青壮的汉子 这个兄弟他就不懂 他不懂这一点 他非说他非要告非要告诉我 当这个女的有窗口的时候 再去做这种事情 那他妈的那个时候就完了 你一定要在他的 你提前就要给他这个概念 你要告诉他 他妈的我可以 我我OK的 你要去引诱他 不这个 真的是崩溃了 真的真的有的时候 我是很不愿意去教这些人 对吧 这些人本来就是这种 反正干我们这行你干多了 你内心他妈的充满 你会听很多这种故事 这种故事他妈各种之变态 对吧 我就是一个叫叫什么呢 我就是一 我就是一个这他妈的做刀的人 我就是一个磨刀的人 非要让我去把我的这个技术 去弄去干些这种事情 我他妈的我心里面一万个不愿意 对吧 我一万个不愿意 这个不是说什么 这个不是说什么这个 我我非要去怎么正能量啊 我是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的感情呢 他有好的一面 当然了人的感情当中呢 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的是这种欲望的 更多的是这种恶的 就什么叫恶呢 你想想他他让我去去帮他去挽回 我跟他说了我他妈不愿意 我怎么不愿意呢 我说这个 你去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之后 这个女孩子的老公怎么办 这个女孩子的 这个 他的小孩怎么办 他小孩是读初衷 对吧 你用我的这个技术 就技术 帮你去做了那个事情 你伤害了更多的人 对吧 我们为什么 我们要做这个 小语恋爱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 能够获得幸福 让更多的人 在生活中能获得安慰 获得快乐 对吧 能更好的生活 他妈实现情感自由 而不是让他妈的你们去这个 去这个 去完成一些这种 自己很龌龊的这种 他妈的这种欲望 对吧 我的这个 就就经常就会有人 把我去当做枪死 我就很不舒服 上回还有一个人 他也是非常之崩溃 他自己 他有老婆的情况下 他 他谈了一个 他可能三就三就三就三 就三十多岁 对吧 有点凑钱 谈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跟他分手了 上回那个兄弟更他妈逗 就就分手之后 然后呢 我说是什么原因分手了 他说那个小姑娘知道他有老婆 所以分手了 他说他让我来帮他去做这个挽回 我说你他妈的你不是他在害人吗 我说你他妈不是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小女孩给害了吗 我他妈帮你去挽回 我帮你挽回了之后 那 那你把我当做是什么 对吧 我当时就有点崩溃 我就非常之崩溃 就是很多人他把自己的这种 他以为这个 他以为我们这个小雨店 我们教大家的谈恋爱的这些技巧 我们是希望大家去用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 非常好的这种方式去 非要去这个 非要去感谢这种他妈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就很崩溃 对吧 这个Mr.Bin说哥们讲点干货好吗 你想听什么干货吗 你就直接说你想听什么干货 你得跟我说你想听什么呀 今天国庆期间 今天第一天跟大家这个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他还没有他还没有回复 让这个这个浪哥还没有回复 第二个这个妹子总找你借钱 你很崩溃 我告诉你 我跟浪记 我们在面对这个女孩子就借钱 这个女孩子他一借钱 有很多女生他来找我去借钱 上回有一个女生 非常之崩溃 上回一个女生 上回我跟大家讲讲这个社会的阴暗面 这个社会黑暗面太多了 上回有一个女孩子 这个他有男朋友 他有他有男朋友 就就但是他长得很他很他很漂亮 大家都知道 就是像我认识的这些女孩子 其实都还是挺漂亮 很清纯 非常之清纯 这个腿 身高一米六八 腿又白 又长 人很清纯 长得非常之漂亮 有个男朋友 对吧 这个男朋友呢 在国外 那这个时候呢 房子到期了 他来找我借钱 他找我借钱 对吧 我就说你有男朋友 你应该去找你这个 去找你男朋友啊 他就说他不好说 他说他这个跟男朋友的感情已经濒临分手 我说濒临分手之后 你找我借钱怎么样 你干嘛呀 他就说 他说我找你借钱 因为他说他觉得我可能会帮他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他就说如果说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把钱借给了他之后 他把房子租了之后 他就说你到时候 你下了班 你就可以来我家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生活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他妈的什么什么意思 想一想什么意思 对吧 就是他已经很暗示的我很明确了 就是我帮他去租了这个房子之后 对吧 我直接 对吧 在他有男朋友的情况下 下了班就到他家里面去生活 什么生活呀 对吧 我当时就想问他 我就想问他妹妹 什么生活 这个钱也不多 钱大概就是一万块钱 以他的这种颜值水平 对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 对吧 都毕竟都叫我一块生活了 但是呢 兄弟们 我告诉大家 对吧 凡事有女孩子 这么找我借钱 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他们 我就说 你现在打开 你的这个支付宝 你去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东西 叫做借赔 你打开你的微信 看一下有没有东西 可以在网上 去 去 去做一些这种贷款 对吧 你可以去干这样的事 这样多的很吗 对吧 你可以找马云吗 你可以找他妈的马化腾吗 我当时就跟他说 你可以这么干 对吧 你要借一万块钱 太容易了 对吧 很多这种途径都可以借 对吧 你你你打开这个微信 对 结果没想到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对吧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这个女的马上就跟我说 嘿 你看我没有这个额度了 瞬间给我截了个图过来 我发现他没有额度了 对吧 你确实你只能借个几千块钱 不够 对吧 这个时候 这个女人算是这种比较高 就高端选 就是选手了 这个女生是高端选 她跟我说 她实在是没有额度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问她 然后她 然后她就问我 对吧 借不借 我就跟她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 请兄弟们永远去记住 任何一个女生 找你借钱的这一瞬间 她就不把你当做是一个她喜欢的对象 她就把你当做是什么 第一是 你是一个凯子 对吧 她找你借钱的这一瞬间 你就是一个凯子 就是如果说你们俩的关系是暧昧的阶段 她只要一找你借钱 你的关系就已经被被定位在凯在凯子上面了 你就不是什么未来的男就男朋友了 对吧 你你如果说一个女的她但凡有一丝喜欢你 她不会有他妈的干就就干出这样的事情 她在找我借钱的这一瞬间 对吧 我就告诉她 我就告诉了她 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凯子之后 对吧 我就很明确的 我就跟她说了一句话 大家千万要记住 这一句话非常震撼 非常震撼 我跟浪记经常跟女孩子说 这句话就叫做 我不喜欢穷人 对吧 兄弟们你们觉得这句话是不是非常有水平 我不喜欢穷人 什么意思呢 I don't like a poor man 就是他把你当作是凯子了 他在伤害你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你他妈的要伤害他 伤害回来呀 对吧 你直接就告诉他 我不喜欢穷人 对吧 我跟浪记经常有网上有女的找我 他妈的 就像上回那个傻逼女的找我借钱 对吧 他找我出去这个一万块钱 他找我他妈的借一万块钱 说让我可以去他 他家里面去跟他一块生活 对吧 我就说我他妈不喜欢穷人 我不喜欢跟穷人在一起生活 这个女的瞬间崩溃 瞬间炸裂 对吧 瞬间他觉得 卧槽他妈的 他把我当铠子之后 结果他没想到我还能反杀他一刀 对吧 其实就是很简单 很多这种女人 他可能会利用感情啊 会觉得你是备胎啊 会找你借钱 你借给他之后 他永远是不可能还的 对吧 所以你就索性就不要借 因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没有未来 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 他妈交就交就交集了 你这个时候 你狠狠的去伤害他一下 你在他心里面 你甚至于可以留下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对吧 你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I like a rich man I don't like a poor man 对吧 你就你就要做 你就要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处理这种女孩子的 什么欠条 有欠条 女人他妈 他妈欠条都是他妈没用的 千万不要信什么欠条 当然了 有一种情况下的女生是可以借的 就是你跟这个女生 是纯朋友 纯朋友 真的是好朋友 你不带一点那种 暧昧和感情的这种因素 这个时候朋友有难 对吧 遇到朋友 你不是什么呢 你不是这个 就是你不管是异性也好 是同性也好 救急不救穷 对吧 当朋友有困难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借给他 当然如果说这个女人用感情 她感觉 比如说她就说 你借我一万块钱 你可以来我家生活 对吧 你借我一块一万块钱 我们可以愉快玩耍 她给你一点诱惑 来找你去借钱的这种 对吧 一律高就高就告诉他们 我不喜欢穷人 对吧 我们兄弟们的钱 不是大风刮来的 并不是大风刮来的 好吧 遇到这种傻逼女人 就告诉她 千万记住 我今天跟大家说的话 这个就是话术技巧 我不喜欢穷人 让她这辈子忘不了你 忘不了你这么有态度的回复 好 还有兄弟们有什么问题 这个兄弟兄弟们 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可以打字 这个明天晚上还是我来讲 明天晚上九点钟 这个明天晚上就跟大家讲讲干货 我跟大家讲这个 从头跟大家讲起 如何愉快玩耍 从这个从头 把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精妙的技术 帮大家讲 有兄弟说 资源越来越不好收集了 对 现在是就确实是 现在当下 如果说你还是 这个抱着用社交软件 去收集资源 它会越来越不好收集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你收集的更多的是一些这种分数 平庸 就是你不会喜欢的这样的女孩子 就是这种本身可能长相不是很漂亮的这些女孩子 对吧 你比如说你现在玩玩这个探探啊 玩什么这默默啊 这些软件 你都是去认去认识的更多的是这样的女孩子 很难去找到一些很漂亮的女孩子 所以呢 那我教大家几个方法 就一般收集资源 一般都是怎么玩耍的 嗯 现在一般呢 你可以用这个用微博 其实嗯 有的时候用这个微博去收集资源呢 这个其实嗯 效率还挺还挺好的 就什么意思 就当然你首先你要在有一个自己去建去建设的不错的这么一个微博号 因为微博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他会找到附近的人 他一到晚上上面有很多你附近的这个女孩子会发一些心情啊 发一些自拍啊 这种全是真实的有效的的这样的人 对吧 而且质量还很高 这个其实我我我很少跟大家讲 这个是也就也是我一个比较独一个独特的一个收集资源的方法 发什么话 我告诉大家 你不要一开始就直接去去撩 在像微博上的这些女孩子 你首先你要对他们发的图去评论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太牛逼了 因为是我发现很多这种高分妹子 他们他们发个微博 他们很热热中于把自己的这个照片呢 发在微博上长得很漂亮女孩子 但是呢 零评论 一个评论 很就很少评论 我都不知道这些女孩子她为了啥 我经常都很崩溃对吧 我经常很崩溃这些长得好看的女孩子 他们很爱在这个微博上去发自己的照片 他把连个人都没有 他妈也没有人去给他评论 也没有人去给他点赞 也没有人去去去怎么怎么样 对吧 他还他妈自自不倦的天天在那发 我也不知道他妈的发来干嘛 对吧 这个时候 你只要去他妈的稍微去评论他一下 他瞬间就给他一给他一种什么感觉 瞬间就给他一种 他他妈的是这种高知的感觉 终于我他妈 我也是一个微博小小微了 对吧 我他妈的 终于我还有粉丝给我他妈评论了 他瞬间 他就他就这个心里是非常得到满就满就满足的 你就去评论他 对吧 我经常还有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女生 发现这种东西 下面四五个评论 对吧 你一去评论他 会给他留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你一次评论他可能不愿意回 你多次评论 对吧 成为他的铁粉 他瞬间就有一种他这个他妈的被人崇拜的感觉 被认可的感觉 这种女孩子 其实他们这种虚荣心是非常之强的 对吧 你比如说你在这个 很多女生 他玩这个探探玩社玩社交软件什么探探默默啊 这种傻逼软件 对吧 他玩这种这种软件 他即使是很多人喜欢他 并不能给他带来那种虚幻的荣耀感 因为是什么 因为他永远是认为这些软件是他妈的是用来他妈社交的 用来去他妈交友 但是呢 在微博就不一样了 对吧 他微博上只要你去点赞去评论他 他会有一种他妈自己是他妈娱乐明星的错觉 他会有一种自己是高知的错觉 对吧 你这个时候你去满足他的虚荣心 就能让他更更多的去记住 你想我我曾经我有一个女孩子对吧 这个女孩子他也是他会把他平时的那些照片 同步到他的这个微博上 他他微博可能就几十个粉丝 就几百个粉丝 他依然觉得他妈的知识不倦 乐乐乐乐此不疲 在干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在什么探单上 在什么他妈的这些他妈的社交软件上遇到他 对吧 他根本都不会回你 但是呢 你在他的微博上去留言 他一定能记住 就而且能点进你的头像去观看 所以呢 兄弟们你在这个微博 你一定要去平时要发 对吧 你发些你的照片呀 发些你的动态呀 对吧 你也发起走 你也发就发就发就发起走 你发起走之后 兄弟们是这样的 你找人哈 一定要找同城 此时此刻的 你不要找他妈的别人他妈的三天前发的 你就你去评论 那当然美人 一定要评论那种别人刚刚发的 你就赶紧去评论 对吧 这种他妈一定就一定人人都还在 瞬间他会觉得 我他妈发发个发个动态 瞬间有人回复了 我操 瞬间他妈的走上人生巅峰了 对吧 你要让他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 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展示面做一下 对吧 这个兄弟们如果说想做的呢 我们可以互相的 我们可以互相的 给大家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微博号 增加点 这个这个牌面 如何去增加牌面呢 你这个微博上 你关注一个这个微博选手 他的名字叫你的小脚 你的小脚 我待会儿呢 去发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帖子 我待会儿去发的发一条微博 在下面评论的兄弟兄弟们 就互相评论 对吧 互相的显得很熟的样子 在别人的这个微博里面多去说点话 对吧 互相大家有点牌面 这样子免得你他妈的 你做个微博他妈人都没有 显得你很寂寞的样子 对吧 我们互相去他妈做个有牌面的兄弟 对吧 让我们来这个互相的把这个牌面给搞起来 是吧 你的小脚啊 你的小脚 我想想怎么跟大家打打一下字哈 这个他妈怎么打字呀 这个玩意儿 你的小脚哈 我这个微博叫你的小脚 这个我发一条让大家去评论一下 然后我们互相的在各自的这个微博号里面 虚寒问暖啊 假装很客气很客套 欣欣做假装很熟的样子哈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叫CC2200对吧 我我假装去评论他的微博 我就说哎哎兄弟啊 好最近在干什么呢 显得很熟显得你很有牌面的样子 对吧 这个当你把自己照片怎么做好之后 你再去同城 再再再去聊一些这种女孩子的时候 他会觉得哦 算你也是一个微博大伪 稍微有点牌面啊 稍微有点牌面 那我我是饺子哈 我是饺子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 我认为是比较有效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收集的方法 这个是一个资源的收集的方法 大家可以平时呢 可以用一下 平时要注意维护哈 注意维护 这个也是很重要 很多兄弟说 这现在很多社交软件不好用 其实呢 并不是不好用 是你这个 是你还不会用 是你还 还不会用啊 这个还有很多哈 你包括 这个某音 某快手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 某快手也是可以愉快玩耍 对吧 这些转件呢 其实都能够去 去增加自己的这个资源啊 朋友圈怎么建设才就才行 很简单嘛 吃喝玩乐 就实际上什么 你把你的生活中最光鲜亮丽的一面给展现出来 就可以了 对吧 我不是说要大家非要去搞什么这个飞机大炮 非要搞什么好就好就好车自拍 但是呢 你一定要记住每个人的生活中 他都是有闪光点 你只用把你自己他妈的生活的最他妈的最高大上的时刻 最有闪光点的时刻 你把它记录下来拍下来就OK了 其实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个训练 做这么一个训练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星期 你想一想 这一个星期 你的三次高光时刻 在什么时候 对吧 你就把这三次的这个这个时候的样子给拍下来 再发朋友圈就完事了 对吧 他朋友圈你发什么 就发你他妈的人生最得意的时候的照片 每个星期发个三次 对吧 你就成功搞定这件事情 对吧 你不是一个非常的需要你去这个去去建设去高大上啊 就不就不是非要这样子 因为每个人呢 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啊 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 有兄弟说啊 现在这个呃 线下课结束了吗 线下课并没有结束哈 有兄弟说想搭讪 但是不敢啊 对我经常会这个 看到兄弟说 这他想搭就搭讪 就但是却不敢 所以呢 我觉得呃 这个是一种悲哀啊 这个是一种悲哀 因为我认为这个男生主动去认识女生 是一个男生的职责 这个是你的任务 就是我会 就是有一天哈 我们公司有个同有个同事 前两天有个同事 他长得呢 就是很就很普通 长得非常之普通 这个女生长得很普通 然后突然 他有一天早上 他进办公室的时候 满脸嘲红 满脸通红 偷偷的在笑 我当时我就看他 我说他他妈的怎么了 对吧 怎么一个平时很暗淡的一个女孩子 到了这个时候 却好像荣光焕发了一样 我就问他你怎么了 对吧 这个女生跟我说 她刚才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 被一个男生给搭讪了 叫了他的微信 加上了他的微信 他还没有通过 他好开心 好快乐 的样子 对吧 然后我就再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普通男生的搭讪 能给女生带来什么 首先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的就是这种 让女生开心了 让女生快乐呀 后来我就跟这个 这个长相很普通 很平凡的这个女 这个女孩子讲 我跟他讲 当你在人生 最低落的时候 当你在人生最无助的时候 你想一想 你走在街上 还被男生打散 这个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对吧 这个是能 这个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人喜欢你 对吧 你的生活每一天 应该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很多女人 他很多女生是这样子的 就是搭讪这件事情 是我们男生的 不一定要高帅 对吧 你去追求他 他就已经觉得 自己已经很开心了 我们男生去找女生 去要电话号码 无论这个女生是 他拒绝你也好 他或者是给了你微信号也好 无论他怎么样 但是你搭讪他 他这一天一定是非常之快乐 所以很多兄弟们 你们去搭讪搭讪的时候 你可能心里面会怕 你会怕丢脸 你会怕被这个女生所拒绝 但是你这个时候 你记住 你记住我今天教你的干货 你心里面你就这么想 我搭讪我今天 无论你长得多么漂亮 我来找你邀了这个电话号码 我来找你邀了这个微信号码 是我对你的认可 我会让你开心一整天 我来散播欢笑与爱 对吧 你心里面 无论我自己长得丑的妈 丑的一逼 还是我自己他们很垃圾 对吧 或者是我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这么一个人 对吧 我你只要被我搭 被我搭讪 你内心永远是充满快乐 一定是开心的 对吧 如果说兄弟们 你们去搭讪的时候 你心里面很怕 你很怂 你不敢去搭讪 你就想一想 我今天跟你说的话 对吧 我是来带给你快乐的 非常之简单 对吧 你如果你这么想了之后 你就知道 搭讪对一个女生来说 能给他多么大的自信 好 这朋友圈可以发和名人的合照吗 可以发 还有这个冷爱123的兄弟说 一天搭讪七个习惯性搭讪的人 其实他们都认识 准备换城市 我操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对吧 你这个就过分了 就是 我认为 我为什么要教大家 怎么去谈恋爱 对吧 小语恋爱 为什么要教大家这些东西 是让大家 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找到自己喜欢的 而不是沉迷于这个事情 而不是沉迷于自己的欲望 对吧 大家你可以在这个通过学这个技巧 去认识到自己喜欢的女生 但是呢 不要去沉迷 对吧 不要把这个技术和技巧 用在满足个人的私欲之上 对吧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技术 用在合理的地方 像这种一天去搭讪 搭讪七个 我觉得啊 你比如说你真的是有喜欢的女孩子 你就还是要去好好的去撩一下 对吧 你虽然你每天你散播了 七就七次快乐 对吧 但是呢 你还是要什么呢 你还是要节制一点 对吧 你搭七个你也聊不过来啊 你一天搭三个就差不多了 对吧 每天时间是有限的 你还要 你还得工作呀 你还得学习 还得生活呀 对吧 明天晚上九点 明天晚上九点钟 我来跟大家 就正式的开始 我们国就国庆之后 这一个月的干货的讲解 这个谈婚论家 因为彩礼的问题 这个怎么办 我告诉你 彩礼的最关键的核心点 在于 对方 在于这个女孩子 你如果说 你能够成功的去干住 把这个女孩子死死的干住 到时候就不是你给彩礼的问题 这个时候了 到时候就是他求着你结婚 懂了吧兄弟 这个之后跟 这个其实这个就是 人性的阴暗面 对吧 这个就是人性的阴暗面 有男朋友的女生 盯着你看 是怎么回事 他可能是想这个愉快玩耍吧 你认识一下嘛 对吧 盯着你看嘛 你就认就认识一下 这个也不代表什么 别人可能觉得你长得帅呢 对吧 嗯 这个97年 搭讪的女生都是零零后 大学生很崩溃 遇不到同龄人 好 充满羡慕啊 这个搭讪的都是零零后女生 充满羡慕啊 很羡慕 好 今天就这样子 明天晚上九点钟 准时来跟大家讲讲干货 跟大家讲讲故事 讲讲讲 为什么 浪哥 神秘 消失 跟大家讲讲 这个浪哥 神秘 消失的真相 是什么 明天晚上 告诉大家 我来揭揭揭密 他到底去哪 他到底去哪 今天就先这样子 拜拜兄弟们 明天晚上九点再见